OK 師傅 最後一條問題 之前你都講過的 有可能是2月或3月就會有一輪的倒閉潮 再加上我們都看到2020年的營商環境 基本上都可以用仆值可言 就算是餐廳 大家都是想怎樣可以養人養伙計養地方 好了 夏年2020年過了2月3月 其實整體上會不會都回復我們2019年的前半年的情況 真的難一點 真的難一點 真心說難 因為就這樣看這個本裏告訴我 只是春季開始踏入夏季的時間 會出現很多的老闆都沒有工作 亦都出現很多有能力的人沒有工作 如果按這個繼續發展下去的暴章的話 當大家沒有錢的時候 人民就會走出來抗議 一抗議的時候 只會周而復始 所以我相信在下半年的狀態 民生大家的意願應該會更加強烈 所以我很難看到在2021年可以有安樂茶飯吃 就是這樣 有些憂慮 我希望下年自求多福 大家如果有改善或建議想尋求的 都可以找師傅 因為影片的簡介就有師傅的聯絡方法 下一集就正如之前所說 我們請教徐凱良師傅 關於新丑年的十二生肖樓聯運程 好 拜拜 Dyk 殺手樓聯運程 d 殺手樓聯運程 d 殺手樓聯運程